省着疫情红利 让电商市场近两年红得发烫 获利平创新高 但随着疫情趋缓 如今却泡沫化了吗 省了疫情红利 电商获利开始出现两样型 电商龙头Momo前8月合并营收 尽管年增17% 但年增率恐怕将创 2018年以来最少成长幅度 更不用说近期经营 出现困境的虾皮 裁员潮从法国印度延烧进台湾 净亏损高达291亿元台币 王家更是一落千丈 本业连连亏损 反倒是东森贡物靠着独有策略 逆势找出亮眼成績单 PC用很难用 就是除非它 我真的是需要24小时的 不然我真的不会去用 它的界面实在太久又太烂 虾皮比较有人味的感觉 所以就比较喜欢用虾皮 PC Home Home Momo吧 比较多 我选择在上面 民众各有所好 电商也积极拼逆势图围 某某看准百货周年器 将要到来 瞄准美妆产品 即现实沙沙 拼全年业绩达标 PC Home也将透过调整产品组合 拼未来六个月内提升毛利率 而沙皮则靠着免运促销 服务升级撑影运 东森购物持续善用大数据 做稳电商获利网宝座 亏出了新的优惠 就像安心退的服务 给我们的用户更多元的物流配送系统 第一个你的服务 那所谓的服务的部分是 你够不够快速 所以大家要比速度 第二个部分就是会比价格 我在使用平台的时候的一个方便性 或者是说对我来讲 我到底要看到什么样的资讯 是我需要的 货运期时代下电商如何快速精准 抓住消费者眼球 贴近生活需求 成为翻转获利一大关键 三菱新闻女士姐刘富慈 台北报导